原标题,俄计划测试最强导弹2020年前完成核部队现代化海外网10月24日电俄国防部相关人士23日透露,俄国防部计划2017年底前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对重型液体燃料RS-28萨尔马特资料图,来源,俄罗斯卫星网。 原标题,俄计划测试最强导弹2020年前完成核部队现代化海外网10月24日电俄国防部相关人士23日透露,俄国防部计划2017年底前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对重型液体燃料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北约称之为SSF-30撒弹二型,实施两次跌落测试该导弹可携带10至15枚弹头, 以超音速飞行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生意人报》赫莫森特消息,由于发射井和导弹自身尚未完成, 萨尔马特的跌落测试已被多次推迟报道称,目前相关问题已经解决,如果第一次测试取得成功,年内将会进行第二次测试据报道,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是俄罗斯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于2010年公布,目标是在2020年前实现俄罗斯核部队的现代化, 据计耗资将达20万亿卢布,约合2.3万亿人民币。 此前,俄罗斯少将基斯洛夫、奥莱格基斯洛夫,10月18日曾宣布进行一次基于发射井的弹道导弹测试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卡拉卡耶夫上将塞尔赫卡拉卡耶维去年12月也曾表示, 俄罗斯计划于2019-2020年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投入服役据央视此前报道,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长度超过35米,总重为100吨,再重约10吨,最大射程将达到17000公里,能够飞越北极甚至南极。 据计2020年左右开始服役俄媒评论,萨尔马特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威力最大,也是最致命的核武器,编译将输役。